欢迎收看《港楼速递》 我们继续请来各区的同事和我们讲课市况 今集请来了将军澳的Stanley Stanley,你好 你好,Kathy 近期将军澳的二手交投情况是怎样呢? 如果近期来说,在8月到今天来说 成交大概是79宗左右 相比上个月来说,64宗 上升了23% 但相对的赤隔来说,就回落了大概2% 那其实区内现在多不多减价盘呢? 那些减价盘多数会集中在哪些类型的屋苑多呢? 其实在8月份开始来说,那个减价盘就开始上升 而集中屋苑来说,都围住在一些比较旧的 大概20年90年以上的屋苑 这些是多些的 那你有没有留意到,可能现在大约有多少个减价盘呢? 如果现在减价盘来说,我想接近100个都有的 明白,那其实这个业主的态度和之前有没有明显的转变 会不会有些特别的成交例子可以分享一下呢? 其实在这段期间来说,那些业主的心态都开始偏远了一些 那如果他不港幣那些呢,那可能有机会封一盘 那如果现在卖出来的话,一般都是移民盘居多的 那最近成交的一个维冶湾本呢,六座的高层司单位呢 那他在2019年买回来是1200万的 那最近呢,因为移民的问题,就涉养了的 那他成交是1030万的 那在三年之内呢,就涉养了164万 那低价成交多不多呢?除了你刚刚说过的例子 那其实普遍比市价低价的成交多不多呢? 哪些屋苑的赤价回落的幅度会比较大呢? 其实如果那个低价盘呢,那现在成交呢 都会是商业都低了的,但是就未必一定是这样的 那去到大约2019年那个幅度左右,现在价钱就 那如果较多一点呢,较多一点呢 就是看到就是领都和领海那边,那就是出汉承二期 那最高去到领海呢,去到13.8%左右的 那你认为可能是什么原因令到他们这些屋苑的赤价回落的幅度会比较大呢? 其实就要撞回看看有没有一些移民本呢? 那如果一般业主呢,去留港的话呢 那基本上它那个减价空间和减价意欲就不太大 那相对一些移民呢,因为他们要赶着在9月10月可能开学 那所以变了来说呢,他们就会有机会会蝕让 但是蝕让幅度来说呢,我见到大概是在20%之内 因为可能有机会就是他们过到去的那个利得税问题 那所以变了来说,他们都是围绕着大概10%左右 明白,那如果现在呢,就是想去将军路找个讯盘 你认为可能哪些屋苑或者哪些单位是最值得推介给大家呢? 我觉得如果想找新一些,那现在比较抵住或者抵买一些 就是日昌城的马里布,因为它在这个站定 最近站,暂时来说燃楼,另外就是LP6 因为它就在昌城那边偏远一点点,但是都是叫新楼 那说的都是两三年后,那他们的价钱都相让,如果LP6 都抵住的,那大概800多万买到一间两房 如果是600头都已经买到一间一房了 那如果你说想要大一点的,那价钱的车价低一点的话 就可能出回去调整站,那维景湾半或者都会站 那维景湾半呢,又新楼基楼,那再加上去就比较实用 大一点,那是楼宁久一点的,那现在买一间两房都是八百多万左右 那所以如果现在的客户进来,一般都会拿这个 看城站和调整一两站作比较 今集呢,很多谢Stanley和我们讲到 蔣军奥的市况,如果大家想知道那里有些什么 上盘或者任何的地区想知呢,都可以留言 或者是inbox我们,另外记得要subscribe 我们下集再见